哇唷 大家打開熊讚 這藏著最後一手阿岳 給到他康特皮革的同時拿下解析 這裡盲選魔鬥真的是自信學 因為其實魔鬥不是一隻能盲選的英雄 康特的魔鬥角色真的很多 沒錯 我最後在白白的搖擺之後 選下了關 完蛋關 好像沒看過他跟魔鬥的對線內容 但這把關後期很猛 對面從射手 剪進去對面就爆了 是 而且左邊的CC不大 就關的一個回血能力是很強 除非魔鬥每一波都把他拉進去打 有 看到了 要來抓吃的速度 有重擊的 可以直接壓掉 正面抓牛 好像打不死喔 打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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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還是要跳 喔 他瘋了 那可能要交閃了嗎 在打旁邊的阿齊爾 空洞旁邊直接推到被留住的 新手配的玩家可能要交了一個閃線 加加隱形要加速的開 來了 關的包圍網要抓 剪得到嗎 剪得到嗎 球技能打到一個COPO狙擊兩個 直接秒殺了 拆下 大拳 Overtime 靠著走位躲掉之後 依者瑞爾的一個Q距離不夠 但還是要在對的時間點啦 這裡牛就看到了嘛 但 維尼這裡其實有點危險 因為他沒有大拳 然後 呃 這裡是鼓勵 所以卡莉斯看到就直接兇一套 但維尼這邊很聰明 直接把他頂到了這個阿齊爾旁邊 然後重點是虛弱下的時間也很到位 那這邊就是一個關在大拳尾端流到對方 然後直接再收走兩顆人頭 再一個維尼的COMBO 這波卡莉斯有點把自己隊伍的節奏玩爆了 因為其實三條線都是發育線嘛 但他這個鏡也反而是掉了一波節奏 最後 閃線沒過去 往後面回來 預示者團隊已經開啟了 趙京師先請那個倒下 哇 進來收頭 阿岳 時代裡面跟麗華之後正面的單挑 阿岳要快打輸了 但時間也要到了 喔 過牆 完後有過牆成功的逃兵 看畫面外面竟然是四人的包圍網 十字奏去 沒錯 這個要直接推出來殺嗎 喔 閃線 直接推出去殺 太殘忍了吧 這是以前的衙門嗎 推出去給我斬了 二波進攻 欸更可怕 欸 亮機嗎 有包裹嗎 要來打 後面為了包裹 有包裹 送貨快遞 直接分割兩半 但只撞到了一個牛 蛤 這什麼意思 維尼 看起來 這次兩分手 預示者要有上路的接盤 但趙京師直接衝了進去前方位置 次有維尼直接扛出傷害 趙京畫了一個薛無裝 但在圈圈裡面的一個輸出 隨時都要死亡交了一個閃線 繼續拉扯 真的拉起來被他推到三個了 只騎了一個進場 但傷害還足夠馬關 要過來收頭 卡一隻開砍針對的是阿岳 下一道就可以擊殺 但沒有成功 新頭妹的玩家是已經退掉了 剩下泰德一人的輸出 面對的是對面 還在輸出 三名的大漢 有的combo 接上接上路 刷閃線 再Q 泰德在秀 還有一嗎 下一段一 就可以殺任何一個人 目標是前方的Qsnake 打到拿下Double kill 哇好扯喔 這個一折 小龍團 上戰作主主 也是迫不及待的開了起來 在台北熊戰人員 是急忙的趕了過來 阿岳爾的大絕 就差幾秒鐘 但位置被卡開囉 吃掉就能溜 阿岳爾趕了過來 丟了丟了 中路位 預示者 強壓一波 右邊還有一個Overtime 指出來是真的自有問題 這自有問題也不怕 反正combo先跟阿岳爾 站著6分半個 預示打盛視的 預示者將卡給撞爆的同時 這波的傳賽 看一下關了魔鬥 滿血的狀態 但關開始收頭 關拿下了一個Triple 魔鬥有沒有就贏的一個機會 先用大絕關注造性 拿下人頭之後再單挑 我一個一打一再打一 是1的魔鬥誰贏 喔呦這發育很明顯了 對我已經這邊感覺有點急阿 直接衝進去Post隊友一定要開 然後隊友全部都在砍砍 泰德這裡被孤立到之後 砍到了一個卡莉絲的Q 沒錯 那血量被拉低 後面魔鬥的這個E很漂亮 把這個E者的Shotdown給收了下來 哇當後面 二打一的魔鬥 完全不怕 還是先拉一個進去處理阿 是 哇拉到那個小房間裡面阿 那個地下室可是有兩條的龍了 你不能再掉咯 一P來是阿齊爾的位置 阿齊爾繞背嗎 這裡卡莉絲誰往眼上撞欸 阿齊爾過去直接推走了 是卡莉絲 卡莉絲還能跳 什麼拉到一個不錯的位置 魔鬥是直接把關聯 把關聯留住正面的單挑 我們上路誰強誰弱 這裡決定 魔鬥在裡面站到了最後一刻 把關聯揪滿了 給打了下來 趙星成要利用自己訓練 無雙阻止了左邊兩個人員 在前方的一個位置已經潰不成軍了 魔鬥持續的給予壓制 泰德只能無奈的利用跳往上走 來下 酷吉殺了上來 Q-Snake U者登攻 金子跟隊友上來 拉成Double Kill 啥子欸 看起來有點巴爾開喔 那個關是沒有任何反應的 來看 這個推應該是沒有接到 牛的CD好像沒有接到 所以就被對方閃現 然後加上引擎跟E拉開距離 但右邊人想要追到底 但沒有碰到 那後面是魔鬥這個卡場的位置 出房間之後完全沒有人是他的對手 沒錯 窄口區站著 小金魚這波打得也很漂亮 他在側邊拿著月影步槍 利用他的Q跟大絕的兩個poke 直接把Eazerail打殘了 那Eazerail這邊想要去做一個換頭 但還是被對方盯上 直接收掉 哇後面 隊友兩個閃現 意氣相挺阿 我們酷吉飛上去了 其他人直接閃現意氣跟 因為海克斯閃現來的 自有為你幫扛一下 看起來是 魔鬥有踢耶 這個應該要拉開了吧 這個在扛巴龍會炸 逼了一個TP 魔鬥就來了 但能退掉嗎 紹興是選了自己進去賣他 死的同時巴龍可能會掉 紹興已經倒了 後面下一個TP是來自關 但關的位置很難做 進場阿姐再次的飛天 往前直接飛到了後排 殺掉了雷歐娜 伊德瑞爾的位置不錯 連續的收頭也是 再收一下收下的卡利茲 剩下兩名成員 台北雄奈雖然很能打 但傷害路 找了三個人 上路有TP都被B掉了 是 雙方是一起趕到了 來看一下這波 扛巴龍扛得太多啦 維尼這邊開大 血量已經剩三分之一了 也沒有辦法再打了 我有這裡好像被巴龍給 搞了個尾巴 後面也阿齊爾 往病室的開戰 但這波還是靠伊德 他的傷害還是打得非常滿 沒錯 這個Q真的很準確 基本上只空了一個 對 然後這裡還沒有放棄啊 依然在不斷的輸出 在眼前褲吉靠的TP往上 這一波要直接來吃了 但右邊的位置開戰已經開起來了 雷歐娜吃了所有的傷害 成功用自己的肉 坦住了 前方位置隨著火龍的掉落的同時 開戰也是在中路直接開始要抓伊德瑞爾 但伊德瑞爾沒死 不過造型先前地倒下了 後方位置關 想要以第三個用自己的劍 上面卡利茲可以砍死魔鬥 撐王 開始連錘 拿下拉齊爾的人頭 拿下了Double Kill 剩下一個伊德瑞爾 但他阻止不了山中路水 準備去吃Bottle 因為他是有TP的人嘛 所以關先去正面的團 然後紫棋是TP關 他TP位置的弱點並不好 他是TP在隊伍的正中心 所以他也沒辦法去推人 有視野看到 泰德想要上野這不肯的奇蹟嗎 用伊德瑞爾偷Bottle 但直接退了 大絕單慢了一點 被刷掉後面 還有人要來強殺泰德要被留住 用後面先跳走 這個傷害量是不太夠的 所以他一直在打這個魔鬥 但打不死他 來看一下 我這裡直接開 然後就被反打了 雙方輔助互相見面 魔鬥才是這裡的老大 最關鍵的是魔鬥的這個 一啦 有拉到造型 你直接把他拉進去打 不然這波扭上去賣 是沒什麼問題的 哇 阿姐這個TP 如果是踢小兵的話 會很美喔 那這裡的包圍網 其實之後 直接被正面捶死 這位置超尷尬 他下來也不知道 要打左邊還是右邊 對面是左右串逃 他只能選一邊 對 然後一直這樣一直點 那個魔鬥還有半血 而且連上戰落水 今天其實在 呃 這個BO5系列在每一殺 都會死 他被抓到了 大姐被逼出來了 好痛喔 這個飛彈炸死了 哇 亞非利歐也是第三件很穩 補了一個四鞋子 欸 殺到 但一直跳掉之後 一個大姐勸退 右邊的卡莉絲 先斬首了兩下造型師 瞬間半血 哇 全殘了 目標是拿塔 中途的二塔 已經拿掉了右方 關阿越的大也被逼了出來 玩了一套 雙方的一個進攻 AD的一個交換 故技是打掉了一個半血 火龍蚊就在前面 這一波的交戰 火龍蚊誰拿下誰就會贏 這邊要想開戰 他推沒推的 七龍妹子玩家又跑了 後面的位置 想往前的進攻 在臺北熊大還是抓不到 目標只能回頭吃小龍 這一波小龍在先 利用關了一個大姐 想圈對對手 連著COMBO今天身體就死亡 七龍妹子玩家下來了 這邊要是火龍蚊的交戰 造型支撐不住了 手在入水決定要先吃小龍 火龍蚊拿到手上了 這一波進攻進去的一個途徑 剩下的成員一個一個 都要被上山弱水給料理掉 這裡還在追還在追 閃現的新手梅子玩家 亮了一個問號 你握不過我的手中 手上入水 打住了一個完美的四顆人頭 應該又是半箭裝欸 這波打起來是泰德跟庫斯尼克都已經纏了 然後這裡是措子他們要開龍 那主要是右邊他已經把蠻多的第一波 COMBO拿去抓卡莉斯了 但沒有抓到 新手梅子玩家 這裡把對面的人全部拉扯住了 阿奇爾大姐空掉了 甚至這個團戰感覺就很難再打了 哇這裡就是後面沒得打呀 沒錯 現在這一個砍再砍下 真的活不了 上山弱水給控制住 巴龍要來直接開了 車速超級快 超級快喔 這個超快 一萬五的巴龍在上山弱水面前 可能是150的速度融化了 海北熊戰人員不得已想要上全的一個開戰 但直接被卡莉斯和劉娜兩邊的一個CUT 給展在前方位置造型 有展現大家選擇下面走 巴龍已經掉了 後方的一個位置是庫德卡莉斯的跳路 只要抓紫棋 紫棋推了一個大 他沒推到的同時 看著慢慢的速度 在一個W正面的命中 直接把刀子給劉住 所以在星月無双抓了出來 叫著隊友可以往後把這下一個W準備噴了進來 還好 自己的星月無双效果還在 他歸西剩下的成員四名 要來守住巴龍的推進 這還有可能嗎 台北熊戰還能站得出來嗎 還能起舞嗎 這裡一大波冰進來有超級冰 是 這是超級大的一個壓力 已經停滴下來的35分鐘 即36分鐘的時間上入水 怎麼樣來結束比賽 往前一波的進攻 智永娜雖然成功的限制 並且竟然拖了一點時間 但後方的一櫃子 收頭秀已經開始了 收頭秀的往前的進攻 碎馬遺跡已經隱落 就從台北熊戰的王朝組 在今天掉落 雙塔剩一塔 繞了小兵在一圈上入水 打得非常的穩健 在左邊再推了一座塔 同時卡伊西雄右邊賣了一下 他太者的輸出位置 直接是見到沒有機會 往前推進的機會 哇 恭喜上山入水 3比2 讓二追山 帶走台北熊戰隊2021年 亞洲杯總冠軍 太神啦 竟然真的逆轉了 這就是亞洲杯最完美的 讓二追山 這就是上山入水嗎 這就是一個 在亞洲杯能夠稱霸的王者 所能做到的事情 哇 我覺得重點是 他們的BP上的整體調整 太好了 就是從第三把 雖然是看透了前面兩把BP 儘管是落後 但發現佳文這隻英雄在 台北熊戰真的佔了一個 甚至一個極大的 BP上面的地位 沒錯 處理掉之後 真的在打野的對位上 是出現了差異 哇 這場 上山入水 做到了 大家都沒有想過到的事情 這是 真正的讓二追山 太猛了吧 而且我覺得這一把 其實他們 蠻知道自己這個陣容 因為我們 不太會在職業上 看到這種陣容 沒錯 兩個射手 各玩客的 各玩客的 大家一起玩 在農著農著 全部人都能肥 對 最後上山入水 告訴大家什麼 要玩得開心啊 這場比賽 所有的這個Man角流帶出來 誰說Man角流不行 曾經就有一隊告訴你 可以的 可以 自信流 哇 這場的對局 真的讓 最終 台北熊戰 就算有著兩把的一個優勢 都無法 將自己的 第一名小組賽成績再度延續 一個老二傳奇 哇 那飛機開出來 這是直接 載上了雲霄 上山入水 拿下了 今年亞洲盃的總冠軍 哇 給到的是 麗華鬥 又是他的魔鬥啊 開槌開槌 關起來痛扁 真的是最Man的英雄 因為他 這位選手 他在打一些校園聯賽的時候 就是 那時候我就對他的魔鬥 很有印象 沒錯 然後這把是怎麼自信 自信 盲選 那這個轉折 應該是沒有任何人 可以想得到的 很遺憾的第六人 我們要給到的是 阿祈兒 我想一下 為什麼 是因為他的每一波打得太急嗎 沒有感覺 好的 我們最終恭喜這個 2021亞洲電子 晉晉公開賽的總冠軍是 上山落水 恭喜他們 今天真的是看得好緊張 而且你不是說3比1嗎 不是 這個3比幾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沒有說我要改名 所以就還好 至少 沒有什麼問題 至少不用變成誰的動物 這樣子 不過這應該算是在 因為亞洲杯畢竟這幾年累積以來的 業餘賽事裡面 非常非常難得的是一個 讓二追三的局面 真的很刺激 基本上讓二追三是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 但他們今天做到了 但我覺得今天真的有點神仙打架 就是其實兩邊的技術力都很強 尤其是第五局 就是看誰敢拚 然後誰可以拚到那一波 對 因為最後一局 其實基本上都是意志力的支撐而已 所以 我覺得選手們今天也是非常辛苦 是的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進行我們的頒獎了 首先 今天我們的台北熊戰 其實也是打出很多很漂亮的操作 尤其是千兩局的這個氣勢 也是讓很多觀眾有嚇到的 我們就先來歡迎我們的亞軍 我們來歡迎我們的台北熊戰 歡迎 好的 這裡也要邀請到我們的頒獎人 就是凱瑞行銷的執行長 顏宥謙 顏執行長 來頒發我們的亞軍支票 歡迎顏執行長 同時我們也要將代表亞軍的30萬元的獎金支票 交到台北熊戰的手中 恭喜你們獲得 2021亞洲電子經濟公開賽 英雄聯盟項目的亞軍 是的 今天辛苦你們了 幫我看向前方的攝影師 好的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今天帶來我們精采的表演 那我們回去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囉 沒錯 也恭喜你們獲得最終亞軍的一個殊榮 那也可以到這個旁邊稍微休息一下 辛苦你們了 哇 這個 雖然我跟台北熊戰也是比較熟悉的 一開始賽前預測的時候也一度以為 我可以訪到我的隊友啊 可惜了 可惜了 有沒有想說還可以幫忙這個吹捧一下呢 可是其實說真的 最後 後面很幾場都看不出來 就最後到底說會贏 在休息室的時候第二把我跟小熊說 啊 穩了啦 2比0 看來今天要提前下班了 他一開始還直接跟我說我告訴你台北熊戰3比0 這個氣勢 心態 我跟你講 心態很重要 可是 竟然 上善若水 不愧是什麼 我一開 今天開場的時候有講嘛 不愧是什麼小弟弟我在轉播的時候 欲為 炸於天尊隊 哈哈 哇 現在就敢講的 酥酥脆脆 現在就敢講的很大聲了 剛剛中間的時候不知道誰在那邊說 直接把什麼台北熊戰變九層塔一起炸進去了 是這樣嗎 不過他們真的很厲害 是因為我覺得這還是一個體力的大考驗 因為他們今天是後面兩場都是打滿 沒錯 沒錯 而且到最後一把我們剛才也提到了 就是是拿出了像Man腳這樣的一個體系 而且是信心爆棚的贏下來 是 那我們這邊還是要恭喜 我們的上善若水 馬上來歡迎我們的冠軍隊伍上善若水 歡迎 雖然這一次是線下閉門賽 但是呢 我們選手都有來到現場體驗一下 真正現場賽的一個感覺 沒錯 我覺得今天真的是體力的大考驗 首先呢 我們就先在訪問我們的上路選手 麗華臭 哇 剛剛真的是上中敲行 那個魔鬥跟鬼一樣 首先想問一下 因為上路的壓力其實我知道是比較大的 那前兩場台北熊戰又是這麼強勢的進攻拿下了兩勝 你自己會覺得心態上有一點受影響嗎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五場都差不多 所以 比如說當他們上路易瑞莉亞五連煞的時候 你覺得只是一個小小的意外 是不是 對 那個我也沒想到 那一波也沒想到 他也蠻強的 對 他也蠻強的 也是一個可敬的對手啦 那再來呢 我們來問一下我們的新手妹子 Rungle 雖然很多觀眾有一直打妹子問號 你要不要先解釋一下你的ID 那是我朋友幫我亂取的 都是朋友的錯 今天的主播賽評也有很驚訝 就是你真的非常會刷野 你的CS數是高到幾乎是每一場壓制 你到底是去哪裡刷到這些野的 而且你歐拉夫的意識也非常好 想問一下你自己打野的時候 心中有沒有什麼戰術或規劃 就沒也怪時可以多刷隊友兵 這樣吃兵看起來就比較高 怎麼聽起來有點 湯米你的自私流打法 什麼自私流 竟然是 效益最大化 我幫你翻譯一下 效益最大化 竟然是高端想法呢 可以可以可以 好的 那交給我們的中路選手 湯米你這邊有沒有想 我覺得你知道最難的就是今天 尤其最後一場 當主播賽評提到了 兩支這個什麼後期的 所謂的東三角拿出來的時候 然後包含了可能幾波這個 因為你是拿酷琪 對到阿琪爾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會不會覺得說 對線起來是有點壓力的 因為看前面好像 站位啊 包含對方阿琪爾的一推 那種什麼推啊 其他好像都比較犀利一點 但是阿琪爾到後面一定沒有比酷琪強 所以我們打到後面是一定贏的 還是你的言下之意是對方沒有你到後面強 有可能是對面沒有我強 畢竟他在韓服600分啊 你剛剛不是跟我說不要鞭師 沒有啦 想說展現一下選手們的自信啊 對不對 也是也是 好那這邊我們把我們的麥克風 給我們的AD選手 雙人線 今天體力應該很消耗吧 還好啦 因為我們平常都在學校練到很晚 然後 就謝謝我們洪光科大的師長 然後我們家裡也能到那個訓練室做使用 好感人喔 還有我們那個 那個老師在現場是不是 還是 沒有還有我們那個 在我們背後一直支持我們的大哥 他也是一直很支持我們 所以很感謝他們 喔 因為有這個幫小熊這個普及一下這個 目前因為實況上面有一位這個上散落水大哥哥 是是是 一直在support這個戰隊這樣 所以其實他們的隊名也跟這位大哥哥是有關的 哇好感人喔 沒錯沒錯沒錯 不過這裡他還是要問一下因為畢竟 呃進入了小組賽就是 呃所有的冠軍賽區的AD選手 其實都是操作非常非常精湛的 就你自己在呃拿到冠軍之後 你自己認為你這一系列的表現下來 你贏過其他AD的地方是什麼 呃在我狀態低迷的時候 我隊友是有那個蠻鼓勵我的啊 我這兩邊笑得很大聲欸 對 哈哈 他說 所以這個AD最強的是隊友 你是這樣覺得的嗎 沒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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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人在湊欸 所以是什麼心態比較穩嗎 呃 就他們都會給鼓勵啊 然後也不會那個 就 他們回去應該會湊我啦 哈哈哈哈 好像有人在湊喔 好像有人湊喔 不然我們來問一下他的搭檔好了 好問一下輔助 你覺得真的是隊友的差別嗎 他就 就要不要死啊 他還是死啊 那 那你沒辦法回去之後再說 但是今天你們的對手其實很激進 甚至有一波是在你們二等的時候就打殺欸 你對於這件事情有沒有什麼想法 二等打殺 喔 那個就他們 有點問題啊 哈哈 你知道這個回答我有聽過類似 曾經現在有一個現在是人在北美的選手 是 最近IG章要被盜了那一位 他也就說 就AD不要死啊 死了就沒辦法 運氣不好 確實是事實啊 對那 這裡當然還是要問一下 因為這一次的 剛剛也提到跟 我們問AD一樣的問題 就是說 這次的雙人線其實算是 碰撞上面比較激烈的 因為 基本上你們選角會決定說 你們包含你自己輔助 你要跑線 就會不會覺得說 在這一次的六支戰隊裡面 賽區代表隊裡面 有哪一個雙人線是你自己搭起來 覺得特別難場 呃 就剛剛的台北雄戰 他們 輔助 兩等就不知道跑去哪裡啦 然後 我就 很緊張啊 然後一直拼問號啊 然後隊友就會 就會 就會很緊張 然後 然後前面就輸兩場 後面有調整回來就 後面有調整回來 OK 那就我們來問一下這個教練嘛 因為畢竟 一路挺過來嘛 很重要 對還是要來問一下 因為包含了這幾把的BP 有一場可能還有遇到像Lilia這樣的一個選角 以及在後面可能接連面臨到了打野的封鎖 就你們是怎麼樣去在這樣的幾段BP上面去調整出來的 應該是跟我們比賽前準備團練也有關係吧 因為我們很早大概預測到 我們的打野會不會吃到這麼多BAN啊 所以其實我們就一直在準備其他的角色 然後Lilia那個其實有點意外 就是我們其實在跟 我們自己有在韓服訓練嘛 那我們有遇到一些跟陸服的情訓交過手 然後我們是被軍訓過了 所以就從那邊偷學了幾招 然後我們就把這套稱為高速公路 然後她剛剛就飆起來了 所以Lilia是秘密武器的概念嗎 應該是吧 應該是吧 我想問一下你練習的場數多少 因為她比較是上一個版本比較多人會選的角色 應該有100左右 其實還是很多場欸 而且剛好也是在那個局裡面 讓她收一個可能三殺四殺 高速公路才飆起來不然要變產業道路了嗎 太慢了 那想問一下教練 所以最後是讓他們自由選角嗎 還是也是有你的想法在 應該說對面就職業體系嘛 那他們想 應該說我們想得到 其實他們也想得到 所以我最後是跟他們說 都已經對面聽牌了 然後第三把握只跟他們收翻 就三個po one嘛 那選角 也不是靠BP就可以直接解決對手 所以我說你們如果想玩什麼 你有把握 只要隊伍相榮性OK 那我就會選 對就是不要打得綁手綁腳 都怪怪的 那最後我問一下教練一個問題 就是你帶著你的隊員嗎 一路這樣子過關怎樣闖過來 在最後已經拿到總冠軍 有沒有什麼話想跟你的隊伍說 這其實有一個小故事啦 就是一開始 我們其實準備這個比賽 準備了四個月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 就是訓練室有些東西 有些設備嘛 然後我有玩另外一個遊戲 然後我賣了一顆黑色的石頭 去幫他們買裝備 輪什麼的嗎 對 然後我們的打野就跟我說 亞洲杯總冠軍 他要換一隻三種給我 所以我現在有三種了 我很高興 謝謝 現在講出來他就有壓力了 對 因為你在直播上講 他就一定得實現這件事情嘛 他就不能賴皮了 好啦 那當然也最後還是 恭喜你們過關斬獎 拿下最後的殊榮 是的 真的很感動 那這邊你們也可以得到 你們的專屬 應有的榮耀 我們這邊就要來頒獎了 我們首先還是要歡迎 我們凱瑞行銷的執行長 炎耀千元執行長 來頒發我們的冠軍獎金支票 我們的一百萬元 以及屬於總冠軍的冠軍獎盃 來頒發到我們最終上山落水總冠軍的手中 是的 我們給中間的 中間的選手拿個獎盃 恭喜你們今天辛苦了 真的打好打滿 那同時我們也要請我們上山落水 就中間代表的選手呢 高舉獎盃好嗎 就高舉獎盃 然後我們看一下前方的攝影大哥 好的 恭喜我們的上山落水 也謝謝我們所有的線上收看觀眾朋友 我們亞洲電的經濟公開賽 明年再見了 掰掰 掰掰 這場戰役